临近国庆各大电影纷纷强荡 大鹏导演新作缝纫机乐队也是让不少人期待 只是自上映之后票房与口碑遭遇滑铁炉 之前煎饼侠十亿票房的好成绩也被人质疑 就连网友都说大鹏十亿导演就是世界性的笑话 缝纫机乐队延续了小人物竹梦的故事 讲述了一群有趣的摇滚爱好者 帮小镇吉安重拾音乐梦想的故事 故事情节很简单 大鹏也依旧使用了屌丝难事的某些无厘头的搞笑 而且据称这部影片还用了柳言是谁都能摸的吗 之类的恶俗台词很多人直呼受不了 当然这部影片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滥用情怀 在煎饼侠中大鹏在片尾请到了古惑仔四人重出江湖 缝纫机乐队也吵了一波Beyond的情怀 但是这次观众明显不买账了 不过影片还是有值得赞扬的地方的 几大主演苦练乐器亲自上阵影片中 那扎在里面的颜值也比较高 前段时间那扎好不容易刷了一波好感 本来趁着电影在热映人气持续飙升 但是现在看来电影的持续恶评下 恐怕也要他摔了一个跟头了